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起冲 今天呢是5月1号劳动节 我相信在这个 视频前面的 观众朋友们的应该绝大多数都没有上班吧 好 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劳动节了 大家都知道5月1号是劳动节 可是你们知道这个 劳动节的由来是什么吗 话说了 一开始了 在1856年的时候 是由澳洲的一批石匠 开始发动了 然后他们呢开始争取 全世界 劳动阶级的第1个诉求就是 他们争取一天的工作 不能超过8个小时 你要知道在这之前 那些劳动阶级的他们的一天的劳动时间 是10个小时12个小时16个小时都有了 很惨无人道了 所以在1856年的时候呢 澳洲有第1批工人 就率先的带领了这个风潮 就是他们要求要8个小时工作室 但是我告诉你那时候因为太远久的时代 没有人来他们 结果就这样 静静的过去的30年 30年才来爆发第2轮 可是爆发第2轮 到了1889年的时候 爆发的第2轮 并不是在澳洲 而是在美国的芝加哥 在美国的芝加哥呢 这有一批工人 人数非常的多 接近30万 然后这批工人呢 他们就是要延续那个澳洲那些石匠的斗争 他们要斗争的项目也是一样 他们的诉求也是一样 就是 要争取一天工作8小时之 那时候他们就在 芝加哥呢 举行了大型的示威 然后你都知道 那个年代呢 其实不是很流行示威的 那时候你示威的话呢 那个警察就来镇压 在镇压的过程当中呢 就有一些人民伤亡 有警察死 也有那些示威民众死了 结果就闹到很大件事情了 还有我必须要强调的是 那一天 美国芝加哥 他们 示威的那一天 就是5月1号 然后呢 再过不久过后呢 法国那边的 社会主义的人士呢 就把这一天 501定做国际劳动节 为什么 放这个日子 就是要全世界的国家 的劳动阶级都极力的争取 一天工作8个小时之 然后呢 把这个501的定做的是全世界的劳动节 这一天不用上班 所以劳动节的由来就是这样 但是有点很奇怪的是 虽然说这个501这个劳动节的起源是在这个美国的芝加哥 但是 美国也是有劳动节 但是美国的劳动节不是在501 美国的劳动节 是在9月 奇怪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OK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劳动节的起源就是这样 他们的斗争呢 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 就是 一天工作8个小时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普遍所听到的 一天工作8个小时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啊 当初那些 30万个劳动阶级在那个 美国芝加哥那边 思维 思维回来的 OK OK 所以我现在讲完这个 劳动节的由来 现在我来讲一下关于这个劳动阶级的事情 OK 我以前我在我视频说过 我们的社会啊 是有分阶级的 啊 用什么来分 用财富财产来分 然后呢 总共可以分成三个阶级 啊 第一个阶级呢 最有钱的那阶级呢 叫资产阶级 这个资产阶级呢 他们有什么特征就是 他们手上有大量的财富跟财产 然后呢 他们的手上有一些 公司 运作 是 他们用他们的资金去聘请那些劳动阶级来帮他们打工 就是 聘请那些劳动阶级为他们赚钱 他们自己不用下场去赚钱 但是 他们的公司会自动运作 然后会自动赚钱给他们 这种就叫 资产阶级 然后呢资产阶级下来呢 有一大段 啊 在很多国家 这一大段是最多人的 就是中产阶级 啊 不过如果是一些 不是很发展的国家 劳动阶级会更多人 OK 中产阶级呢 他的特征是这样 他不是像资产阶级这样 他们都不是大老板 有可能有些是小老板 但是他们绝对不是大老板 啊 然后有些很多是 专业人士 他们的特点就是呢 他们这老板要亲手下去做的 然后呢 通常呢都是啊 一分跟赢一分收获 自己赚到几多就可以 自己做几多就可以赚几多 啊通常中产阶级是 这样的情况 他们跟资产阶级的分别就是啊 中产阶级呢 是一分跟赢一分收获的 可是资产阶级呢 是睡觉都有钱进口袋的那种 OK 啊 接下来我讲完了这个资产阶级还有中产阶级最底下的就是劳动阶级 劳动阶级是最惨的劳动阶级呢就是帮这些资产阶级打工的 啊 他们就是每个月都领一份死薪水 然后呢 就每天贡献8个小时给这个老板 然后呢 他 可能 用他双手赚出来的钱啊 可能是一个月 3000块 但是呢 老板呢给他薪水可能是只有1000块 肯定了 这个劳动阶级他双手做出来的产值一定是高过他薪水的 如果是低过他薪水的老板是绝对不会请他的薪来做磨 我请你来亏钱了 所以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知道 劳动阶级他惨 还产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 他拿的是死薪水 OK 然后呢 第2个方面就是呢 他的死薪水是永远追不上同货膨胀 你会看到全世界的例子都是这样 全世界的例子都是啊 这个 物价会越来越的高 同货膨胀越来越高 然后呢 这些劳动阶级的薪水是 永远都没有办法追上这个同货膨胀的步伐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渐渐的他们生活数字越来越差 他们买不起物质 买不起车 连他们的 吃喝玩的那个数字都要慢慢的降低 因为同货膨胀太快了他们追不上 所以 劳动阶级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 内卷的状态 然后啊 会越卷越小 越卷越小 OK 所以 劳动节呢 普遍上就是为了这个劳动阶级而创办的 当然 劳动阶级呢 对于现在很多 劳动节对于现在很多劳动阶级 的意义呢 只是一天的假期 罢了 但是 这一天的假期 我是觉得更加应该 让劳动阶级 启发的一点 就是 要如何摆脱现在劳动阶级的命运 像我之前呢 我写过 一本书就是这个 《财务自由》一本筒 里面呢 其实有蛮仔细的 要 解释要如何摆脱这个劳动阶级的命运 我刚才说劳动阶级的命运就是两个 一就是拿的是死薪水那薪水永远没有变数了 你无论做几头那个薪水都是跑不去的 第二就是你的薪水的账符永远都追不上这个同后膨胀 所以这两个因素下来的话呢 就可以讲是一条路等死 所以 我也不是要推销我的书啦 我是跟讲我在书里面讲了什么 就是 劳动阶级要怎样摆脱自己的命运 其实不是说不可以是可以的 OK 首先呢 第一步就是呢 你现在工作也许你不能摆脱 但是你必须要找第2条出路 就是呢 你看下 你能不能学习一下什么新的技能 你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你有可能两条出路 一就是 在你原有的工作期主上 在升职 就是你原本是做比较低的岗位的 可以不可以从你这个岗位上取得突破 然后取得更高的职位 但是 前提是你技能要提升的 OK 这是一个方法 第2个方法就是你依然保有你原有的工作 但是你可以骑牛招马 然后 找一下有没有什么兼职 是更有潜质可以赚更多钱的 当然前提也是你要有新的技能啦 OK 当你 赚到其他可以赚更多钱的方法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放弃你原来的组织 转换跑道去一个更加赚钱的管道 所以这是一个突破点 然后第2个突破点呢就是呢 你不能够啊 得过且过 你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 你必须要想办法开源 绝流 OK 开源就是 用你可以的方法赚最多的钱 绝流就是 就用你的方法可以省下最多的钱 然后开源绝流了过后啊 那些钱啊 不是拿来纯银啊老板 OK 那些钱啊 你要想办法拿去 钱省钱 拿去投资 啊 这样的话呢 你 之前开源绝流省下来钱的会慢慢的滚出一个雪球来 然后到最后你就可以达成财富自由 啊 所以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 OK 刚才我说了劳动阶级了 可以摆脱的方法就是 在自己原有的岗位上取得突破 又或者是找新的工作 然后取得突破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自己创业了 自己创业呢 我必须要说自己创业的风险比打工大很多 因为你要记得 创业不是一定成功啊 很多人啊 创业的时候啊 都会有一个很大错误 就是认为啊 创业一定赚大钱的啊 很多人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去创业的 结果 你会发现到最糟的情况就是 你创业 你没有想好好来 没有社会好好来 没有plan好好来 结果你去创业 OK 你把你 一生人的积蓄丢完下去 你把你原来的工作你也辞职掉了 OK 然后呢你还跟亲朋既友借了一大堆钱 你把你的屋子跟车抵押给银行 又借了一大笔钱 OK这种情况已经是最糟糕的开头了 然后 你就 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调查研究情况下 你就开了一间店 结果这间店的生意非常的惨淡 完全没有生意 但是 你 每个月 你还是要给租金 你每个月还是要给水电 还是要给员工的薪水 即使你这个店完全没有赚钱 但是你每个月定定要给这些开销 然后你就不断的给出去 就一直不断的亏出去 亏出去 亏到了最后 大概一个半年 还是一年后 你已经不打汗了 OK 你决定你要止血 你要止血 你就决定关门大击 OK 关门大击了过后 OK 也许你从此不需要再亏钱 至少你每个月不需要再订订出 租金 水电 还有员工的薪水 但是 这个时候 你之前抵押 你的车跟 物质给银行的贷款 你还是要继续还 你跟清存汽油借的钱 也是要还的 你一生的积蓄 已经没有掉了 你原本那份工作 你已经辞职也回不去了 你现在甚至还是失业状态 当你走到了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你就知道创业最惨的下场是怎样 所以我告诉你 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情也好 尤其是创业 在你想象 这个成功的美好画面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想象 失败的那个黑暗画面 永远要记得这个东西 在你想 成功之前 你要先想好失败是什么样的 但是 我要提醒大家 你不要因为失败 而阻止你裹足不前 这个是不对的 你必须要把每一件事情 衡量好利以弊 然后呢 确定你有解决方案 可以解决这些必要过后 然后你就可以赶赶去了 OK 人生呢 不是说 就 我不是叫你们躺平 我不是叫你躺平 不是啊 我叫你们 要非常选择性的 聪明躺平 有些事情 迫不过的东西 不要去运运迫 有些东西呢 你有信心 你可以很科学的讲出来 你为什么可以胜任 这样你就可以去做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祝大家 劳动节愉快 我也希望 这个世界的劳动阶级呢 总有一天呢 可以得以 全面的解放 OK 谢谢大家 拜拜